我邱光耀公开讲 我下一届选举是不会出来竞选的 但是我会到处飞 包括也可能会飞到东马来 东马到底是哪一场请我 我还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解散国会 但是我本身不参加竞选 所以我应该比林季祥跟李冠云还要得空 我不需要照顾自己的选区 我可以全马飞 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能够飞到林渡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以后送给张庆林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我公开做文宣主任 给大家做的一个竞选的口号 还没有兑现 这是我对不起商学人员的 当时我跟张建仁 还有跟何元同事 我们大家一起 召开一个大选备战委员会 还有乌烧福 还有刘振东 我们大家定了一个目标 口号叫做把毛行动 记得吗 我在民族我这里也公开讲说 我们现在要把毛行动 没摆毛 没团脑 我们的这个运动沉默 但是那些土包党 不是土包党 土包党 35系还是赢到晚 所以我在4月16号晚上 我的Facebook 有好多朋友 有好多选民 新币我的 都来跟我共同欢欺 4月16号这个伟大的胜利 当然也有人连党的走狗 到我Facebook来留言 说修光药 你是大炮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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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能够退休 你也不用等说 我们行动党 派出年轻的候选人 辛苦耕耘在常务区 能够把土包党的35系打下来 才逼百毛到台 坦白说 我不太相信 不容易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如果来接大选 我们行动党真的能够成功 制政中央政府 换句话说 明年能够成功 改朝换代 两限制在马来西亚成功 我今天公开讲的话 记者朋友可以写下来 有三个独一会出现 这三个独一出现 百毛肉业要坐飞机走牢 不用你办 他自动跑掉 第一 如果明年做政府 我们将确保司法独一 法官判案 将会根据事实黑白 而不是根据你是到底哪一个党的领袖 才来 要不要采取行动对付 明年做政府 第一个独一 司法独一 第二个独一 新闻自由独一 新闻媒体独一 只要新闻能够 不看他的老板 不看他老板背后的盆党 只是看事实真相 敢敢调查 敢敢揭发 敢敢报道 这个就是一个伟大民主国家 转型后的新闻独立 第三 反贪污委员会独立 第三是反贪污委员会独立 当然不是给秀方要做反贪污区总监 如果我做反贪污区总监 这班头该死更惨 即使不用我做 找一个真正专业的account 真正是有诚信 真正是有诚信 专业 能够为了人民的意义 而去进行反贪污工作的 那个独立 只要是明年做政府 司法独立 新闻传媒独立 反贪污区独立 白毛肉业跟他老婆打包 做飞机跑掉 我敢公开讲 这是被历史学者有历史研究可谈 我不是车道炮 我不是吹水的 因为我在香港 有ICAC的朋友 作为我的指南 我跟他们经常有请教问题 他们说邱光耀 这三招是七十年代 香港政府用过的 我先告诉你一些简单的例子 我告诉你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曾启隆 曾启隆 曾启隆 这个名字你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他儿子很出名 他儿子就是曾志伟 曾志伟是Superman Super 拍床登 我爸妈都没睡人 Super 曾志伟 他的女儿叫曾宝怡 曾宝怡 为什么香港内的华语讲得这样好 一般我在香港读书 甚至我在香港的教书的华语讲得 都是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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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曾启隆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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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 我就是王堵堵全部反正话讲授贫 收黑钱 所以香港的民怨很盛 觉得香港贪污到清点 因此英语王害怕 他说我们南京条约欠要 是1997年才回归中国 当时1970年代中国搞到文化大革命 香港人因为对这名政府 没有采取有利的行动来反贪污 导致很多香港人都心虚祖国 希望能够早点回归中国 因此林郑主的利益受到威胁 所以他们说我们再不严厉的反贪污 香港人真的要提早回归中国的 祖国的怀抱 所以当时香港的一个总督 港督 港督 鬼老 他当时设立了ICAC 你知道ICAC的第一个字 I什么意思吗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 独立的反贪污委员会 叫廉政公署 所以香港也看 香港的很多大法官都是英国派来的 所以那些法官审案不用看你华人探长 华人警察的颜色 要审出审 要法处罚 香港的媒体也是抱怨了 所以港督讲香港媒体自由批评 只要是警方探务的自由报告 三招 香港的ICAC独立 香港的法庭独立 司法独立 香港的媒体独立 把所有华探长全部统严 其中一个就是 大概是十多年前刘德华拍过他的电影的 叫做雷洛 雷洛探长 有四个华探长 雷洛当时1976年 查到的身家有5亿港币 1976年港币5亿 所以 2.5亿的一般当时的Currency exchange 5亿探长雷洛 雷洛的头马 就是曾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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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曾祁龙的爸爸 做他的财产 2000万港币 1976年 所以怎么办 叫全部做费就走掉 雷洛跑加拿大 曾祁龙的爸爸 跑去台湾 不敢回香港 香港是通缉令 当时你是要查维洛的时候 维洛怎么交代那5亿的身家 ICS文 维洛探长 你一个月千几 千几港币 你做的探长 从KKJ开始做探长 才做二十多年 成交你75亿 你知道维洛怎么回答吗 我老婆做鸡呀 同人分一万一千万 香港政府不给我警察 我老婆总盖团算高少琴呀 他们真的是这样回答 这个回答很像百毛的回答 百毛说我女儿很聪明 他的女儿没有做鸡 他的女儿做生意 有没有啦 百毛讲他的身家不是贪污来的 百毛讲他的身家是他女儿很聪明 在全世界做生意 善与投资 如果是明年做政府啊 百毛是要讲的 可以咯 你那招很好用啊 那我不懂怎么解析 我的账用这样多钱啊 到时百毛的家里很多人说 不得都可以走盖的 你放光了啦 走盖毛腿了好吗 你看到没有 我作为历史学者我不是吹水的 我真的是调查 反抗国际上反抗的经验 只要这三招出来 当然我也怀疑 可能明天的報紙会出来了 因为百毛是打个字的 喀喀喀喀喀喀喀 的女儿做妻 喀喀喀喀喀喀 我也不能带我们新闻见朋友 为什麽 因为他们在走鸽с 对吗 你们今天晚上觉得我们今天演讲讲得很好 每个领事都折声一段 邱光耀你明天会怎么闲呢 我可以给你打包单 邱光耀讲说 他的底库87500块 也算是有报道 也不是对不起我妈 也是我妈对吧 邱光耀出场的时候 有时不断的音乐搬水 这也是新闻 但是我最重要的那重点 不是他们不太闲 他们知道闲了也不会等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所谓媒体就是人民的喉舌 对吧 那么政府要钳制了你们的思想 首先钳制了你们的喉舌 我们独立到现在50多年 都是给百毛跟他去 哎 投赛去罚没啊 他们要不太高级啊 我记得他们刚刚还 连他们也啊 50多年都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个枷锁打开 就要还新闻从业员 他们基本的专业跟至尊 他们其实也是新闻信业的 好多新闻界的朋友 都是大学读新闻传媒系的 他们不想写好新闻呗 他们不想调查是报告呗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 恶法在控制他们 控制他们的饼 控制他们的编辑 控制他们报馆的老板 其实就控制着我们人民的时间 所以时辰很快到 最快是7月 有些说10月 有些说明年 我们17年过后 3月要被当选 所以 我修办要新闻公开车 我在沙州的死定还没有完成 男人不要一直做大官 男人要一直做大使 所以我第二波的这个白毛行动 我将会重新 Superman returns to Sarah 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确保明年能够在 3月的更多运行 国会运行能够成功 然后 我们就进行三个读议 白毛就会坐飞机跑掉 我们就通缉他 回来查个答案 看他讲 有没有做鸡 有没有做鸭 有没有做牛 有没有做人员 没关系 看他解析 解析不了的话 我们就根据司法读议来审查他 然后把他的财产充公 我去买回来做 3月第一间 白毛贪官博物馆 我们就把他的 他的三个语议的 白毛的这个王宫 把他充公 然后这个王宫的全部都是 作为一个museum博物院 让沙州人民进去看看 哇 感动的 哇 怎么那么严 让人民千秋万代 教育你的孩子 三个语议曾经有个黑暗时代 我们城市有这么大的贪官 今天终于落网了 落网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 在第十三届大选 做出了勇敢的选择 干 潮 换 带 干 掉 白毛 这就是我们来说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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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